要跟大家分享的是线轴小车 什么是线轴小车呢 它是50年代的经典童玩 运用的是你家里面随手可得的 像是小线轴或者是养乐多冠 在没有电池没有发条 没有齿轮的情况之下 就可以做出一个自己会跑的小车哦 那我们线轴小车需要什么材料呢 首先你要准备一个线轴 再来你可以拿家里面的这个魔术绳 还有你家里面可以有的猪块 以及一个这个竹圈圈 再来最重要的就是橡皮筋啦 如果你家里面没有线轴的话 你也可以用养乐多罐 或是这种塑胶线轴来替代哦 把橡皮筋穿入铁丝 把铁丝穿进养乐多的底部 橡皮筋在洞口露出一小截 把小圆珠穿在橡皮筋上 竹块也要穿进橡皮筋哦 拉紧铁丝橡皮筋在另外一边的洞口处 把短木棍穿进橡皮筋里面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